小星超人通常会在被夸奖的时候脸红 但你知道他自己夸自己也会脸红吗 在异性民航最后一集 小星超人肚子饿建议大家一起去吃生煎包 其他三位超人都举手同意 这时旁边传来小星超人肚子饿的叫声 大家齐双双的看着他 小星超人这才反应过来 一边举手一边不好意思的扭过头去 在西幻明瑞岛19集 一群水母从超人身上游过 除了甜心超人外 其他三个都中了魔法 魔法印记会让他们身上发痒 小星超人的印记在屁股上 他一边挠一边脸红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不好意思 后来他们都变成了海洋生物 解除魔法恢复原样后 小星超人调改花星超人是还是一样的主角 听到这话他直接脸红的说不出话来 在开星超人联盟争霸战30集 小星超人在公园里画画受到路人的夸奖 这里这么多孩子写声 唯一能看到就是你的画呀 谢谢 这声谢谢好像有点不热情 但突然脸红还是能看出他心里的高兴 在开星星星球20集 小星超人故意把参赛米尔让给登登 后来登登特意感谢他 他又一次脸红了 在英雄归来中 小星超人脸红了好几次 第27集 火焰超人要加入超人团队 他打游戏很厉害 引起四位超人的围观 小星超人居然红着脸 这是表达很羡慕的意思吗 第38集 小星超人秘密潜入自己的粉丝会调查案件 意外被评为粉丝角色扮演大赛冠军 他一下子脸红起来 不知道发表什么互相感言 只好顺势夸奖自己 小星超人最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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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丝们都一同喊起来 不知道当时的小星超人内心有什么感受呢 第46集 花星超人开发部会告诉大家 就像小女孩的不是自己 而是小星超人 观众纷纷夸赞小星超人很厉害 不上场面对观众的小星超人脸颊通红 转身就要离开现场 在超时空保卫展49集 小星超人和开心超人穿错对方的衣服 两人都很不好意思 小星超人赶紧捂住身体 似乎比开心超人更感到害羞 在开心大冒险21集 他和发烧怪对战太激烈 全身只剩下一件贴身内裤 也是同样红着脸捂住身子 在鬼灵星历险级28集 村民要把小星超人赶出村子 这时花星超人站出来 说自己相信同伴没做花事 小星超人双脸通红 眼里放着泪光 这是被感动到了吧 在星之力28集 小星超人用盾影技能带大家通关 听到花星超人的夸奖 他又脸红了 在星际联盟4集 小星超人讨试前太紧张走错房间 他立刻脸红起来 赶紧一个瞬移溜走 第13集 他在森林里迷路 打电话叫开心超人来接自己 一边说一边红起脸来 大概他也觉得这种事很尴尬吧 在机械宝七遇剧31集 小星超人花星超人表演魔术 可这一身可爱的兔子服装 着实让他没法当定 再加上那么多观众看着 他不脸红就起了馆了